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宁愿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了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第二个 开价品的败家笔记的产品更新日记 就是这些产品呢我用过之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些产品的看法 有我喜欢的有我不喜欢的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里边没有 Molani的产品就是Molani的这个产品呢 我会单独做一个化妆视频 然后做一下怎么说呢 Molani的这个单独品牌的化妆视频 然后顺便呢跟大家测试一下 Molani的新的产品还有它上妆的这种效果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那今天这些产品呢 然后我马上就是给大家更新 然后从我喜欢的到不喜欢的这个顺序来说 我先说我喜欢的 Remo London的BB Cream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BB Cream 我超级喜欢 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这个BB Cream 它呢是号称是九合一 我觉得它做的还蛮到位的 它是有这个遮盖力的 它是有遮盖力 有SPF15 然后保湿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这样子的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包装 然后它的质地呢 其实算是蛮细的这样子 虽然没有留下来啊 但是蛮细的 我建议大家用手去 去这个涂抹这个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 晕染力其实还是蛮好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妆效 两个比较一下 提亮肤色 它可以稍微平滑一下 你的纹路 你的毛孔 然后同时呢 又有轻度的这样的遮盖力 我觉得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的BB Cream 虽然现在很多BB Cream的 这一个遮盖力呢 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这样的 就是遮盖力非常好的这样的BB Cream 因为有的不太喜欢就是 非常厚的妆 如果你是一个日常妆容的 就是爱好者 Remo London的这个 我真的超级推荐 我的色号呢是 Light Medium 然后我本身的肤质呢 是混合肌肤 然后敏感肌肤 我用它完全没有问题 那Remo London它的价位 大家不用说 没有超过10美金的产品 非常非常棒 所以强力推荐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一个 我非常喜欢 今天我脸上有的就是这个 另外一个产品 用在我脸上 今天用的呢 就是Cover Girl的这一个叫 Ready Set Gorgeous粉饼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粉饼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很喜欢这个粉饼 我今天呢 涂抹的时候是用刷子 然后我平时把它戴在包包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这个海绵 然后这样卷起来 然后直接粘上 然后补妆 鼻翼两边这样 嘴角 然后下面非常非常好 一点也补干 超级超级漂亮 那我是混合肌 我不知道干性皮肤 可不可以用 混合肌到油性皮肤 这一款粉 我超级推荐 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 我的色号呢 是115 非常非常棒的一款粉饼 超级可爱的一款粉饼 而且很Q 包装非常小 放到包包里 很方便 这个我很推荐 然后下面这个 Cover Girl的这个粉呢 是叫 Radians Advanced Advanced Radiance Powder 这是一款非常棒的定妆粉 大家听明白吗 定妆粉不能用它来补妆 它没办法补妆 它的粉纸呢 稍微稍微的松软一些 然后补妆的时候呢 没有遮盖力 同时呢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细软 这样子 有的时候补妆的时候呢 会有干皮儿出现 用它来 我用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所以 但是 用它来定妆 非常非常棒 那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105 用它来定眼周下面的这个妆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115呢 是全脸的定妆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去买一个浅的颜色定眼妆 我觉得它定眼妆 真的是蛮奇迹的 像这种粉的话 定眼妆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哎 蛮干的 但是你刚刚刚涂抹上去的时候 有一种 有一种粉纸感在上面 但是妆定下来之后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你妆定下来之后 它那种感觉完全消失 就这种粉纸感完全没有了 非常非常漂亮 用它来定妆 再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用来补妆 啊 这是这一个 下面这个呢 我很喜欢的 还是Cover Girl的 这一个腮红 叫Classic Color 然后我的色号呢 是590号 Soft Pink 我跟大家说 这个腮红 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 应该人手一个 大家说会不会很夸张 我跟大家说完全不夸张 这个我忘记是4块4毛9 还是5块4毛9了 它的粉纸非常的细软 大家看这个颜色 Soft Mink这个颜色 我女儿在唱歌 大家看到 非常非常漂亮 给你的那种 反出的光泽 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这种玫瑰金的 这种感觉 然后它是粉色调的 大家看到 无论你是深肤色 像我这样的肤色 还是浅肤色 肤色还是比较白 都非常漂亮 而且我又给我 给我朋友推荐 这个我朋友也非常非常喜欢 它有其他的颜色 可以选择 我应该去看一下 但是这个Soft Mink 我觉得真是一个 非常非常百搭的腮红 你刷子进去之后 你也不用怕 就是要不要轻轻的 你就把刷子这样 沾两下 也不用弹粉 直接扫在脸上 有那种柔亮感 它不是雾面的 它不是雾面 有那种柔亮感 又有颜色 而且可以超级超级超级 这个气色 真的是一款 非常棒的腮红 绝对是人手一个的 这种腮红 我非常推荐 然后下面这个 我非常喜欢呢 觉得应该是人手一支的 还是人手一支 就是美宝莲的 这个叫Percise的 这一个Gel Liner 然后它是画这个内眼线 真的超级棒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样子的 它是拧上来的 而且非常非常细 我每天都在用 如果你画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 画那眼线怎么画 不一定一定要闭着眼睛 你就把眼睛睁得很大 然后这样画上来就可以 吓到大家 但如果你画上手了 就很自然了 这样子的 然后这一个大家注意 就是它是拧上来 但是你一定要一点点的拧 你拧多了就回不来了 大明报的意思吗 这是缺点 就是你拧多了 它回不来 一定要拧一下到位 够用就好 这个是提醒大家一下 我的颜色呢 是220号 Sharp Brown 然后我又回去买了一个黑色 黑色这样子的推荐 超级超级超级棒的一款产品 我用它之后 就再也没有用过Urban Decay 那个画内眼线了 就是Urban Decay的那一个呢 就是还要每天削 你知道画内眼线又不能很粗 要每天削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还会晕染 但是这个完全不会晕染 我的眼皮呢 很油 而且我是戴隐形眼镜的人 它一点不会让我的眼睛敏感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推荐 变美宝莲的这一个 然后下面这个呢 我非常喜欢的呢 是我嘴上的这一个液体口红 就是Jodana的这一个液体口红 长成这个样子 我的色号呢 是07号Tiramisu 如果你不太想花太多的钱 去买什么20多美金 30多美金 甚至30多美金左右的 这样的液体口红的话 Jodana这个一定要去试一下 它的颜色呢 不是非常多 但是有 怎么说呢 有蛮自然的颜色 像我们 像我这样的人 我应该不会用 特别特别夸张的颜色啊 这样子的 像这个颜色呢 非常非常棒 大家看到 非常非常地适合日常妆容 然后大地色系啊 或者是冷色调的眼妆呢 它都很适合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Jodana的这个液体口红 我很推荐 这个应该是4块钱吧 3块4毛9 我忘记了 Jodana就是 也非常非常便宜 这样子的 下面这个 我很喜欢的呢 是Hard Candy的 这个叫 Hydrating Primer Mist 它虽然是primer mist 但是我用它来定妆 它的确会给你脸上 消除你脸上的粉质感 我今天用的 我给大家说 我今天用的是粉饼 然后用的这个 Rimbolante BB Cream 然后用粉饼 然后呢 我就用它 然后喷在全脸 然后立马就让那个 粉质感消除 它的确有这个作用 然后呢 我 就是它持妆的效果呢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本身不是 画12个小时这样的人 早久晚午是没有问题的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它的确蛮保湿的 的确会给你增加那种 揉亮感 会让你脸上的那种 怎么说的 脸上的那种妆效呢 变得更加的自然 更加的自然的那种 亮泽度的存在 然后它的这一个 噴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啊 看到了吗 很快 但是呢 就是这个位置呢 稍微稍微就是聚集一点 所以大家 我建议大家喷的时候 就稍微的离的远一些 就是假如说你正常喷的话 这个就你再稍微远一点 它还会喷的满脸 都是就是比较平均的 这个物 这是我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我几乎每天都在用它 如果我用粉的话 用它来定妆 蛮棒的这一个 这个应该是8块9毛9块 我忘记了 忘记了 我是在沃尔玛买的 美国这边 下面这个Hard Candy的产品呢 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叫 Baked Bronzer 没错是Bronzer 但是因为它颜色不一样 所以就是用途不一样 像这里边的这一个颜色 叫Tiki 大家看到这一个 我今天呢 有用它来当提亮的产品 就是打在整个的 腮红的上面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质感呢 非常非常的细腻 多抹一些 大家才能看到它的亮度度 非常非常细腻 而且没有亮片 大家看到了吗 没有亮片 是这种水润感的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 干不垃圾的那种亮 大家知道 很多Baked的这种产品 干不垃圾 像一层东西在上面 这样一会儿我会说 另外一个产品 但这个不会有 所以我用它来 就是当这个提亮的产品 它绝对是一款非常soft 非常柔和的提亮的产品 一点都不夸张 而且会给你一种自然的光泽度 我很喜欢这一个 另外这两个呢 我想说一下 就是这一个Tropix 130号这个 这个呢颜色蛮特殊的 然后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 带一点点粉色痛的 这样的颜色 大家看到没有 我有的时候 就直接把它当成腮红来用 我觉得颜色还蛮好的 这一个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深辐色的话 另外这个 Hula Hula呢 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Bronzer 我今天有用哦 我今天有用这个 Hula Hula当Bronzer 大家看到 在这里 在这里 看到两个区别 这个泛粉 然后这个就是 很典型的Copper古铜色 然后当然你可以 把这两个颜色 混起来也很好 我有一天试着 把它混起来用 颜色也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下 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 所谓的 Sun Case的这样的 Bronzer的话 我觉得还蛮棒的 OK 下面这几个呢 我先说这个好了 这也是Hard Candy的 这一个腮红 说实话 这个腮红呢 我觉得颜色很漂亮 然后质感呢 也非常非常的柔绵 但很可惜的 就是它给你这种 光泽感太亮了 你只能把它当成 这个 对我来说 我只能把它当成 高光来用 然后把它当成腮红 我稍微接受不了 那天我用了一下 就是满脸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亮 高光可以 但是腮红 我觉得不能单独用它 或者是你把它当成 腮红的Topper 这个 然后下面这个 我很喜欢的是 NYX的这个 Nix的这一个 高光盘 我就不多说了 我在我斯富兰的 高光盘当中呢 又给两个盘 比较一下 除了这个颜色 我觉得上色度 稍微稍微 一般一点点啊 但是也有上色度 但是稍差一些 跟它其他来比 但是颜色还是很漂亮 这一盘是20美金 我超级推荐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想买一个 开价品的 这个高光盘的话 颜色很多 然后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下面这两个呢 我非常喜欢的是 这个两个液体眼线笔 我今天眼睛上用的是 Face Insurance Formula 这个 这个的确蛮好的 然后 真的真的是 可以替代这一个 Cat 1D Color Tattoo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Color Tattoo 用完之后 我就应该用它了 这样子的 我觉得两个 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它也是这种 Tail的这种 就是 它是刷头了 这样子的 很细 然后很好画 很黑 然后 但是呢 我觉得它跟 Cat 1D 唯一的区别 就是Cat 1D 那个要再薄一些 它画上去的感觉 就是 你画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那个眼线 稍微的厚一点点 这样子的 所以这算是 两个小小的区别 但是 我觉得画上去的 妆容感 持久度 都蛮像的 如果你不想花 21美金 去买 那个Cat 1D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 持久力还是蛮好的 然后如果你不想 花21美金 买Cat 1D 你就会 可以花这个 11美金 12美金 去买 这一个一半的价钱 这样子的 虽然在开价品当中 它不便宜 但是它的确蛮好用的 下面这个 我非常推荐的是 Nix的这个 这个真的是 惊艳到我了 它的确是 雾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它不是雾面的 它是带一点 亮泽度的 这个呢 的确是雾面的 这样的刷头 有的朋友呢 不太喜欢这个刷头 觉得它画的呢 怎么说呢 不太好画 就是有的时候 手法不好的话 不太好画 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 它真的很黑 真的是非常非常黑 它干掉之后 没有一点亮泽度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这个我超级推荐 如果你喜欢 雾面的眼线笔的话 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棒 雾面的眼线笔 很适合戴假睫毛的人 就是这个 接下来这几个呢 就是我觉得 哎 不太喜欢的东西 不太喜欢 第一个就是 Hard Candy的这一个 酒色这个 叫什么 眼影 眼影盘 里面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 我用过 我用过两次吧 今天眼睛上 用的是另外一个 我跟大家说 我真的是不喜欢 这一盘 首先它掉粉 掉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严重 我的意思是说 在眼睛上 我那天用的是 这个颜色 然后它还是有 掉粉的现象 这个颜色呢 是这一盘里边 我蛮喜欢的一个颜色 然后大家看到 这两个颜色 里边带大的亮片 然后晕染开之后呢 亮片能在 而且会掉的到处都是 然后 大家看到 这个上色度 它本来是很深的上色 但是你晕染开之后呢 颜色比它 这上面显得要淡很多 这样的颜色 我不喜欢 我觉得呢 这里边的这一个 这个中间色 还有这个颜色 这两个中间色的颜色呢 粉纸非常非常非常的细软 然后呢 给大家试一下 看到 就这样子的 对于我这样的肤色来说 这两个颜色呢 刚刚好 在这里 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 这两个颜色呢 真的是很漂亮 我用的时候呢 我也蛮喜欢用这两个颜色 但是 这一盘里边 一共九个颜色 我自己蛮喜欢的 也就是那两三个颜色 这样子的 像这种珠光感的 这个颜色我真的是用不了 这个颜色有点太 这种金色显得我眼妆 非常非常的脏 这样子 我不太喜欢这个 这个颜色我不太喜欢 然后这个提亮的颜色呢 亮片太大了 尤其是去提亮美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是那个亮片太大了 所以这一盘呢 好多人把它跟 TUFACE的九色盘相比 我觉得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我的心目当中啊 TUFACE的那个 还要胜出它很多很多 这样子的 所以我不觉得它俩是一个 DUPE 我也不觉得它能 期待TUFACE的 但是呢 没有达到我讨厌的程度 但是我不会再去买 其他的颜色 这样子的 我也不会推荐大家 去买这个眼影盘 这样子的 然后下面这个产品 也是 哦对 看一下NYX的这一个 在我没卸掉之前 大家看到 它是雾面的啦 是雾面的 如果你是喜欢戴假睫毛的人的话 雾面的眼线比 会让你的这个 假睫毛的这个根部呢 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虽然我不是一个 喜欢戴假睫毛的人啊 但是经验所 经验告诉我 就是蛮好用的 这个是这一个 下面这个我不喜欢的 就是 这一个 Flower的这一个 三色的这一个高光盘 我试色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软 非常的柔绵 上色度超级超级的好 但是我跟大家说 渊染在脸上之后呢 该怎么说这个产品 大家看到 它的粉呢 太重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粉太重了 感觉就是在你的脸上 增加了一层遮盖力的东西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这说好像很迷惑 很疑惑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抹在脸上 因为它很干 很粉 感觉就是一层 一层东西在上面 非常非常的不自然 这是我不喜欢的原因 我把它用在眼睛上 可以 就是用在这个眼睛 就是提亮的位置 或者是内眼角的提亮 我可以接受 但是脸上的话 就是 不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这一个我不太推荐大家去买的产品 而且就是 没有必要买一个这么大的12美金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光提亮眼睛吧 我觉得很多产品都可以替代它 这样子的 这个我不太推荐大家去买 下面这个我不太推荐大家去买的 就是Harder Candy的这个 Obre Blush 这是个建色的 建层的这样的这个Blush 大家看到 太金属感了 一个金属感的东西 就是怎么能当腮红呢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 看到了吗 它反出的光泽不是Shin 不是柔亮 是金属感 而且晕染开之后 大家看我的手就是 你有什么 你脸上有什么 它就给你显什么 就是你脸上有干纹 它显干纹 你脸上有毛孔 它给你写毛孔 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一个 我真的不喜欢 这是这一个 最后一个我非常不喜欢 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的 我应该把它放到 我某一个后回买的产品当中 就是Phasicians Formula 这一个叫 叫什么 Smooth Flawless Even Youth Air Brushing Boosting Perfect Powder 好长一个名字 总之大家看清楚 紫色的这样的盒 然后会把具体的名称呢 PO在下边 这样子的 我的颜色呢 是背质 我跟大家说 大家看这个 你看不出来任何东西 但是上了脸之后 它竟然有金色的光在里面 金色的亮片在里面 一点不夸张 一点不夸张 这个金色亮片显在哪呢 显在你的毛孔的地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啊 你这样看 这样看 看在侧面 像我这个地方是有毛孔的 不会非常大 但是它也是有毛孔的 就是它本身是粉 但是它带亮光的那种感觉 正好就贴在你的那个毛孔的地方 就是你毛孔的地方 全是那种亮晶晶的感觉 而且满脸都是黄金色 超级超级明显 简直是不能看 我是有好多人跟他 跟It Cosmetics的那一个 Illuminating Illuminating那个 Better Better Skin吧 那个 就白色的那个 我之前有跟他提过 跟他相比 我的妈 简直没有可比性好吗 就这个怎么用啊 这个 金色在毛孔上面 我那天用完之后 我自己这样照点镜子 我的妈 没给我吓着 完全完全不能 因为大家一定不要去买 这个 太差了 那今天呢 那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 除了这一个 Milani的产品 还有这个Physicians Formula 那一个调 就是调整肤色的 那个妆前的打底的产品呢 我没有说之外 我会单独另外一个视频 说出来 那 其他的呢 我都有 我觉得还是蛮详细的 跟大家说了 这样子的 然后 这些呢 都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呢 是混合肌 敏感肌 然后肤色偏身 所以有一些呢 是我觉得是质量的问题 有一些呢 就是我自己喜好的问题 这样子的 希望提供的信息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 选择这些产品 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新来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再见了 提前给大家拜一个早年 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家庭欢乐 虽然很俗 但是 祝福还是要到的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再见了 拜拜